廖凡 听到这个名字 你可能不太熟悉 因为他不是一位流量小生 也从没在哪个平台上过热搜 但如果你喜欢看电影 你一定知道他 因为他的演技实在精湛 在《让子丹飞》 《师傅》 《邪不压正》等电影中 都塑造了经典的角色 他更是第一个在柏林电影节 获得影帝的中国人 发表混战感言时 他说 没有我的祖国 就没有我廖凡 感谢我伟大的中国 而当年他主演的电影 白日烟火 在国外被奉为神作 在国内却饱受质疑 这是与烈日酌心齐名的经典 却没能享受同样的待遇 今天让我们来重温这部电影 故事要从一家煤厂说起 这里发生了一桩分尸案 尸体被分散到全省的各个煤厂 警察大力是这起案件的负责人 因为找不到死者的头颅 只能通过现场遗落的身份证确认 死者的名字叫阿军 大力通过调查了解到 阿军有一个恩爱的妻子阿珍 当警察提起丈夫受害的事 阿珍痛不欲生 但从头到尾没给大力等人提供任何线索 转过头来又回到场子里调查 这次发现两个运煤车司机身上有嫌疑 但在抓捕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嫌疑人开枪当场击毙了两名警察 大力也受了伤 等于这个案子还没开始审就结束了 出院后大力跟同事 把受害者阿军的骨灰递交给了他的妻子 妻子阿珍当即把骨灰埋在了门口 这个细节很重要 大家记一下 后面会贯穿整部剧情 时间来到了五年后 可能是在五年前那起分尸案中办案不利的缘故 在那起案件后 大力就被调到了保卫壳 从此萎靡不振 整日借酒消愁 时隔五年之后 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一家饭馆 顾客在面中吃出了一颗人的眼球 这画面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这天百无聊赖的大力 在街头碰上了当年的同事 两人聊起了现状 同事说 最近又发生了两起分尸案 和五年前一模一样 死者都是被冰刀所杀 而且这两个被害人生前都与阿珍有关系 这引起了大力的注意 毕竟现在落魄的样子 多拜那起案件所赐 他开始暗中调查 为了能够接近阿珍 大力以洗皮库为借口 开始与他接触 在与店老板交谈中得知 五年前洗衣店刚开业 当时阿珍喜欢了客人一件非常贵重的皮草 客人闹得不可开交 要求赔巨款 可没几天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再次来到洗衣店的大力 正巧碰上老板 对阿珍图谋不轨 阿珍挣脱开的同时 手也被划了个口子 大力见状好像看出了点什么 丈夫去世 一个女子一个人生活 难免受欺负 他给阿珍买来的药 帮他赶走了小混混 这些行为似乎让阿珍 对这个男人放下了戒备心 大力送他回家 又约他一起去划野兵 这些阿珍都答应了 显然阿珍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男子的来路 送走了阿珍 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队长 也从身后走了出来 原来他们也在暗处 监视着阿珍的一举一动 这位前同事告诉大力 别添乱 在大力的坚持下 队长也就默许了他的参与 转天在溜冰场上 划着好好的阿珍 向场外划去 大力见状跟在后面 阿珍似乎有意 把他带到一个荒芜淋烟的地方 可又说不上来 他的目的是什么 随后两人坐车 准备去看场电影 跟在他们后面的队长 发现有一辆车 一直在跟着阿珍 可能是出于警察的直觉 看着他身上 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于是他跟了上去 抓捕完正准备带走的时候 被对方反杀了 接连三个同事 都因这起案件 在自己身边遇难 这让大力在队长的车中 久久不能贫复此刻的心情 他根据队长遇难前 留下的车牌号码 找到了这名男子 这个人在冰场工作 每杀一个人 就把尸体分解之后 藏进冰块里 大力跟踪了货车司机的心中 还亲眼目睹了 他利用火车抛尸的全过程 看到这一切 他突然想到什么 他回到刘兵场 证实了 这个男子就是之前警察 误以为已经被杀害的阿军 那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珍再次被警察带走 起初他拒绝配合调查 看到大力上车后 他知道也无法再隐瞒了 可能是想起了伤心的事 流着眼泪 说着他与阿军的故事 阿军杀人后 为了脱罪 给自己伪造了一个 自己已经死亡的假象 也就是五年前的案子 故意将自己身份证 留在犯罪现场 但这些年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阿珍 只要有男生跟阿珍交往 都会被杀害 而阿珍自己也无法逃出 他的掌控 通过这次对话 大力在阿珍口中得出了 他每次与阿军见面的场所 并在再次见面时 大力等人设下埋伏 开枪打死了阿军 看到这我们来想一想 会不会是阿珍 故意将信息透露给警察呢 借助警察之手 做掉阿军 好让自己解脱 密思疾恐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还在继续 阿军死后 看上去事情已经水落石出 但是这天 警察来找阿珍要五年前 那个被害人的骨灰 阿珍说早已经扔进大海 但这里只有大力知道 他在骗人 因为当年出狱后 他在车里亲眼看见 他把骨灰埋在了门口 为了调查清楚 大力再次找洗衣店老板 他想试着找到那个 当年被阿珍弄坏皮草 但后来再也没出现过的男人 果然老板拿出了这件衣服 因为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来过 所以衣服也就一直放在了店里 里面有一张名片 大力按照信息找到了一个叫白日焰火的夜总会 这个女人说 他们要找的人是她的丈夫 只不过在五年前 她突然失踪了 失踪前有过一个女生来找她 从夜总会出来后 大力看着天空 作为一名资深警察 她已经嗅到了真相 她把阿珍约到了游乐场 坐在摩天轮上 阿珍看到了远处白日焰火夜总会 明白了大力的用意 大力让她自己说出真相 而阿珍似乎想逃避 并把身体抽到了大力的怀里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暗示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然而转天早晨 阿珍还是被警察带走 举报人就是昨天与她发生关系的大力 大力在车里看着被抓走的心上人 沉默不语 车里的阿珍流着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当年他赔不起昂贵的皮草 只能听从客人的话 用身体来偿还 没想到客人藏到甜头后 接二连三来找他 无奈之下 他杀了这个人 而这一切跟阿君没有任何关系 不仅如此 阿君还情愿为他做一个活死人 情愿用自己的自由来抵消这条命案 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力因为在暗中立了大功 重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岗位 工作的跌宕起伏 朋友的陆续遇难 来了又走的爱情 大力一个人来到舞厅 跳起了癫狂的舞蹈 阿珍指认完犯罪现场 被押走的路上 天空放起了烟火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阿珍解脱了吗 那么大力真的爱阿珍吗 对阿珍来说 阿君又算什么呢 剧情隐约让我想起了 日本的著名小说 白夜行 这部白日焰火 自从上映后 一直饱受争议 看懂的人 把它称之为神作 甚至可以和韩国顶级悬疑篇 杀人回忆放在一起比较 抛害偏见 平心而论 这部电影 不管是剧情 还是演员的表现 都首屈一指 这是一部好电影 推荐给大家 关注我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